最近吃饭准备享用美食时 却突然看到 肩台上一块正在烹调的肉块 竟然还加料 出现一只活生生的虫 在上面不断蠕动 事情就发生在新北市永和区 某间铁板上餐厅 可以看到肩台上的肉 字字作响 想起四亿 不过却出现白色的虫 一直扭动自己的身体 消费者目击到后 顿时食欲全没了 根本没有心情继续享用美食 接着拿起手机 把画面拍下 PO上网路 要提醒大家吃饭要多留意 还说这真的是虫虫危机 听完曝光后 也引发大批网友讨论 认为真的太恶心了 也说消费者眼力太好 因为真的不容易被发现 不过吃美食 却出现不该出现的虫 不但让顾客无法接受 店家名誉恐怕也会连带受到影响 业者后续得要查清楚 究竟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才不让相同状况在此上演